大家好,我是香蕉人 有香粉問我為何有教學皮椅保養 確實沒有內裝飾板保養呢? Why?老實說我有做過,但效果不明顯 完全沒有皮椅上完油後擦掉馬上瀝乾見影的效果 偏偏內裝飾板不管用什麼保養油擦 都是沒有油油亮亮的感覺 整車擦完保養後像是沒保養一樣 讓人心情很不爽 這原因是在現在車子都改用硬質或軟質膠料來做內裝飾板 而且成本也可以降低很多 沒錯,膠料講白了就是塑膠製品 這膠料就有防水防油的多功能特性 造成我們再用什麼高級保養油也是白花錢做白供的多 最好保養方法就是絲蒙布擦乾淨就好了 誒?聽完一連懷疑的樣子不相信是嗎? 那我們來做個實驗比較一下好了 我們現在就用我常用保養油來做實驗 左邊是前面幾集出現的橡膠保養劑 好用程度不用再多說 右邊是我在皮椅保養用過的刁油 擦完馬上光澤油亮 我們在車門飾板各差一半面積來做比較 完成後我們再等3到5分鐘 讓保養油吸收更多一點 OK時間到了 我們再把多餘的油擦掉 看到了嗎? 真的沒什麼差別在保養前和保養後 也許在橡膠保養劑還可以看出一點光澤 但真的不太明顯 沒騙你吧 所以我個人覺得用絲膜布來擦掉血印或泥巴就可以 而且也比較輕鬆省錢 如果你有更好的保養方法可以推薦 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謝謝啦 所以影片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和分享 也記得把你的鈴鐺打開喔 這樣隨時才可以收到我上傳的最新影片 掰掰